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,小米在7月30日终于开卖两个月前发布的小米发探索版,3699元的价格对应的,而是8加128G的存储组合, 其之所以受到不少用户的青睐,主要还是透明的背部设计,看起来极可饭十足,小米发探索版看起来固然好看,但是制造工艺上过于复杂,也决定了它不太可能大面积供货,所以每次开卖前,不少人心里已经做好的准备,知道小米发探索版会比较难抢,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小米发探索版开卖7月30日版上,19点30分才刚一开卖,只过了一分钟就受请,这确实让不少人不能接受,至于本次开卖提供数量,官方只字不齐, 这就更加重了一些没有买到用户的吐槽心理,稀缺性决定了它被二次转卖的可能,果然一些第三方转卖平台上,出现了不少小米发探索版全新转卖的, 加价至少都是1000元起,如果小米这次供应量不是特别少的话,大家也不可能加价这么多, 目前的状况就是,不少抢到小米发探索版的用户,都摇身移变成了黄牛,赶起了全手转叉价, 而有消息人士透露,这波小米发探索版,可能提供的只有一万台左右,现在的问题是,就算小米后市还会开卖它, 但是供应量依然不会很多,因为制造起来会相当的麻烦,更何况这本身也不是小米想要拿来充量的产品, 所以只望它供货量很足的开卖,基本上不太可能,也难怪不少网友会吐槽小米有一次耍后行为,大家怎么看待此事呢? ZN的脸则声明,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